美国最近不断的想要拉印度 去抵抗中国大陆 印度最近也以为自己 经济体发展不错 取代别人取代谁了 然后好像飘了起来 我们先来看看 最近印度外长苏杰森去访问 跟俄罗斯外长进行访问 然后他就提到说 我们希望能够 能够加入联合国里面的安理会 希望能够加入 然后俄罗斯这边有表态支持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 印度你这个国家的 经商环境真的被说 是外戚的坟场 为什么呢 12月26号印度用洗纤维油 逮捕了Vivo三名的高拐 然后26号开庭了 结果竟然让大家引发讨论是 检方竟然向法官 临时提出了一个密信 要求法官只能单独看 然后这就让大家 辩方律师觉得真的有违常理 然后最后法官也 听信里面的密信内容 把它延长了两天 积压延长了两天 所以有几大疑点 第一个是说 为什么用洗钱来逮捕 然后三天后就要出庭受审 到底在急什么呢 第二个是给他一个密信 那又单独法官能看 做出判决 那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第三点就是说 你为什么看了这个密信之后 就对他延长了积压两天 这又是什么样的逻辑呢 委员怎么看印度又出脚 我们先看印度这个国家 印度这个国家 你别看他经济成长率等等 可是印度这个国家 仍然是一个逆差的国家 逆差都是买 就是说出口少 进口多的一个国家 然后他逆超不足的这个钱 他怎么弥补呢 第一个靠印度很多人在海外工作 寄钱回家 印度真的很多在外面打工 他在中东蛮多打工 在中东在美国都有啊 寄钱回家 我们 我们中国话叫什么 侨汇 这华侨汇 侨民的力量 对 对 菲律宾也很多 侨汇 就侨民汇回来的外汇 对啦 对啦 靠这个弥补 第二靠什么弥补 靠他们的司法系统 对外籍投资者的敲诈 真的啊 这个太离谱了 对外籍的敲诈 变成他们弥补逆差的一个手法 对对对 哎呦 真的让委员好好喝口血 帮我们好好分析 这太夸张了 你好 你看看 他敲诈的工资可多了 这个当然欧美比较少了 金额相对比较小 台湾的伪创被敲诈了 对啦 是啦 小米被敲诈了 Vivo被敲诈了 金额都很大 小米是48人民币 对啊 一年都赚差不多账 对啊 所以小米你还做 确定你还坐车子吗 所以用司法体系 敲诈外气是 几乎就是印度的传统 那这个传统不好啦 他好像对这个 也没有想要改善 也没有想要改善 拿他也没辙 第三个 更经典 他靠什么弥补呢 靠电信诈骗弥补 真假的还电诈哦 你不要以为说 咱们中国台湾才有电诈哦 因为印度是讲英语的 所以他电信诈骗 都诈骗讲英语国家 我们中国大陆的电信诈骗集团 不会讲英文啦 骗自己人啦 对不对 他们骗英文啦 英语国家很厉害哦 美国啊加拿大啊什么澳大利亚 他们 他们电诈一流就对了 对电诈一流 原来他这么厉害 对 这个不晓得这个国家 有点像强盗 这被强盗国家 第三个更经典的 他会吃外国的政府 利用各种政治矛盾 吃外国政府 以前 苏联跟印度来往的时候 苏联时代 印度来往的时候 有一笔钱 就存在这个印度那边 结果苏联一倒台 印度就不把钱给他了 蛤 对啊 他说是因为苏联 我们欠苏联的钱 对啊 我没有欠你俄罗斯 还有这种 对啊 依法论法 俄罗斯跟苏联 真的是没有关系 所以印度很会钻这个 法律的这些灰色地带 对啊 然后 现在俄罗斯 他还敢敲诈他 怎么敲诈 这个你卖石油 对不对 我给你卖你那个 我用我的卤比 卤比跟你换 卤比跟你换 然后你只能用卤比 来跟我买东西 我又没有你 俄罗斯傻眼了 你都是买我东西 我根本会用你的卤比 对啊 然后他说 我努力要帮 配合美国打到中国觉醒 你美国 给我一些东西 给我一个 什么做引擎的 生产工厂 把我的光辉战机 组装起来 对对对 那美国也得知道 好好好 就弄个组装工厂 现在说这工厂是他的 是他的 对啊 那连美国也敲诈 对啊 敲诈就敲诈 拜登为了抗中 你就保护费要交了 印度就是这样的国家 四大罪状 解决逆差方式 这不是罪状 印度来讲 他是印度的光辉 光辉战机 印度光辉就是怎么样呢 弥补的逆差 是用这种关销 用这方式来弥补的 那对于这个有关的VIVO案子 正常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诉讼 检方所提出来的控告的证据 全部都要给辩方来看 对啊 他说只有法官能看 不管你大陆法系 或者是所谓海洋法系 欧美法系 没有例外 对啊 那印度是引用英国的海洋 普通法系 我们叫海洋法系 但是他自己有印度教的法律 自己有 对啊 他自己有论一套 印度教 因为 我说了算 很奇怪 很奇怪 我们很难理解 那他今天讲说 我给你 宝贵我给你一个密件 这个密件是 一个有关当局提的 这个不方便公开 给你看 这哪能当 那你就开秘密庭嘛 对啊 好奇怪 秘密庭也要给 给那个被告 给辩方嘛 对啊 看嘛 所以 你可以知道就是 现在就是准备咬Vivo一口 他说洗钱 哎呀 这是很荒唐一件事情 那洗钱请问你 一定有银行嘛 对 那请问银行有没有被告 对啊 我怎么都没看到 银行这一端 对啊 嗯 什么叫洗钱 我跟各位讲 非法所得 把它洗成合法所得 才叫洗钱 对啊 请问你 Vivo有什么非法所得 它是我正当赚的钱 对啊 有什么非法所得 所以他们都是 顾一些扭曲 嗯 这种商业汇兑 就抓起来说你洗钱 嗯 像那小米那个钱 现在还要不回去啊 对啊 不扣着 所以呢 你看 就跟印度做声音 真的要小心 所以比亚迪真的比较聪明 而且更重要的 印度现在专门欺负中国企业 没错 因为中国 他的印度的军队 打不过中国解放军 他就用这种法院 来欺负中国的外资企业 所以我去建议中国的外资企业 印度市场再大都不要去 西方智库就说 印度很棒啦 2038年呢 就是第三大经济体了 紧追美国 好 那印度现在都飘起来 大使不断说 莫迪现在都飘起来了 那最近呢 你可以看到 其实明年的时候 莫迪他要选举 所以最近呢 常常对中国大陆企业开刀 比如说印度执法机构 12月23号 说什么Vivo啊 有这个什么 两名高阶主管 把他抓了起来了 然后呢 还要开庭 26号登地时间要开庭 然后两个月前 也抓了该公司四名的高管 毛宁就说了 敦促印度 要看清中印的贸易本质 然后呢 要为中国大陆 在印度企业提供 公平的营商环境 好 您是路透社也说 2020年中印发生冲突之后 印度就不断加强 对中国大企业跟投资的审查 之前就是小米 冻结大概48亿人民币的资金 然后呢 另外印度的科技部长竟然还说 中国大陆在印度啊 企业涉嫌大规模逃漏税 高达11亿啊 我们只能追悔不到两成而已 未来还要对众道企业进行调查 那其实啊 小米 Vivo 伪创啦 那个富士康啦 Walmar这些这些都有 甚至 Walmar福特 花旗还 撤离了印度 现在最新是中芯公司 还说在印度公司的中方员工 由于没有办法获得签证 所以要全部离开印度 其实我在印度 我看过我们台商设的厂 真的是蛮辛苦的 这个第一个员工管理就蛮难的 而且它的文化好 各种这种适应是相当的难的 对所以你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台湾厂 那个那些都是三个月 三个月 三个月然后一定要回台湾来休假 在那边真的是蛮辛苦的 所以印度基本上它的意识形态 它对于外资本来就不友善 它是希望怎么讲呢 它是希望你来你就要本土化 你就钱不要把外面运 它是这样子的 因为印度过去是被英国人剥削 剥怕 所以它是一直是贸易极度保护的 是莫底开放的 可是它那个社会氛围 它是非常意外的 外国的投资 基本上它是不想让你赚走太多钱的 那所以就变成这种 不只是小米 不只是现在的Vivo 华为也有 在印度遭受这样子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这个美国的厂商 也有 花旗不是就搬了吗 很多在印度 博尔玛福特都走 都走啦 都走啦 就受不了印度 而且印度哪有法治 没有啊 印度就是说它那些官员说了算 那这些官员就是说 反正无所谓 我反正啊 反正有的四人来 我今天这个黑店就开在这里 你就来吧 一个个进来 到最后都让你血本无归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企业 是一种考验 就在印度这种生态下面 你要继续在那边生存 你要如何生存 我看了这个Vivo跟这个 跟这个OPPO的这种 在印度这种出现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们会 永远是会被印度政府盯上 这么高调 那事实上问题就变 Vivo跟OPPO一定这样想说 我们提供你印度这么好的产品 你印度可以跟我竞争吗 对不对 我的性价比就是可以高啊 可是在印度这种地方 你除了这种啊 你用你的产品 来帮你打天下之外 那就最最难的 跟他这个政治跟社会结构来打交道 你怎么样用自取的方法 不要到时候他在那边等于说 就等你赚钱 我让你赚 然后再把你赚 一次把你通通给你 一次就把你抢光 对啊 用公权力把你赚到钱 都让你白费 那这已经层出不穷了 那可是我也不认为 Vivo跟OPPO就可能就会因此 退出这个市场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要在这个市场 你要能够存活下去 能够继续在这个市场 能够怎么样赚到钱 我觉得这个就要真正 就要有大智慧了 那事实上我那时候去印度 那时候也是 也是有点开拓市场的工作在里面 我问了很多外商在里面投资 有一个英国应该是 Barkley银行的那个行长吧 我们跟他谈一谈 他说你们为什么 可以在印度存活那么久 为什么 他给我们答案很哲学 他说我也不知道 可能因为我们因为待得最久 你说从以前都执迷 他有一百多年了 他说我们在这边有一百多年 他看到英国人就跪下来了 对 他英国人照诊 也是照诊 可是就说 总是有一个生存之道 是 是 对 那印度事实上也需要 Vivo跟OPPO 对 你自己手机都不行 那最近那个 最近比亚迪就蛮聪明的 因为印度要跟他买一千辆的 公交车 公交车 然后就要先交货后付款 对啊 我怕我给你货 你不给我钱怎么办 比亚迪就不要啦 你起码你要有信用状啊 是啊 你有银行担保的信用状 我才出货啊 对啊 哪能说前来没有付清就出货了 那绝对被他吃的血本五倍 印度人是没有诚信的 我认为他们这个民族 是没有诚信这两个字的 翻脸跟翻书一样 所以啊 他要达到他目的的时候 好话说紧 等到他目的达到了 他要吃你的时候 那真的心狠手拉 我想这一次 Vivo碰到这个情况 就是千金买到一个经验 不信鞋都不行啊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层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选口